白天办婚礼和晚上办婚礼 哪个更符合中国传统呢 记得我刚来福建的时候参加朋友的婚礼 一下就把我弄懵了 啊不对啊 福州的婚礼怎么是晚上办呢 这跟北方完全不一样 北方的婚礼一定是中午办 而且一定要在12点之前办完 晚上办婚礼的那是二婚 那么晚上办婚礼和白天办婚礼 到底哪个更符合中国的传统呢 哪里吧你 婚者婚也 不是被爱情冲婚头脑内婚 而是黄昏内婚 说人解字当中说 娶妇已婚时明确定出了黄昏的这个时间段 记得在孔雀东南非当中有这么两句诗 奄奄黄昏后 记记人定出 是黄昏那时候结婚 在黄梦梦当中 贾宝玉结婚也是在黄昏 所以告诉大家 在晚上结婚更符合中国的传统 那么为什么北方很多地方变成了白天结婚呢 葛德朗知识 关注我 这个包子 我来看看 感谢观看